回去養魚 回去哪裡養魚 回去雲林縣口湖鄉養魚 原來在桃園 原來在桃園台北這邊到處跑 那 我就這一點回去養魚 養到現在 還好我在口湖鄉 距離六青比較遠 有六二十公里 而且六青的汙染 一般東北季風它會往海裡邊吹 那西南季風往北邊吹 所以其實六青 受災最大的是 彰化圈 彰化圈是目前六青錯壞最大 但是你政府去 蓋六青之前沒有設 沒有去檢驗這些農移產品 土壤空氣做一個基準值 來比較說 一年後兩年後五年後十年後 它到底會變成怎麼樣 因為他們是 退卸責任啊 其實很多人都懂 那 以我的了解 其實實話公園還是第二毒 還是什麼 第二毒了 第二毒 最毒的是 那個豬科 豬科是最毒的喔 對 你看電視有時候都照他們的工作人員 要穿 黃毒衣在工作有沒有 其實那個黃毒 但是它的毒不會馬上致命 它慢慢慢慢的死 所以很多科技的人 他每身都帶了 以後會檢查出來就知道 癌症很嚴重 癌症是一種溫聯病 它就是這些化水物 產生的 那石化工業最可怕的是 污染我們的海洋 以前歐美國家的化水船都把 石化會氣物 再到海裡面到 所以我們海洋的疑 一來一少 因為 它把那個 疫苗都都死掉了 怎麼會有大雨 那一般移民我們的船 你看大海那麼大 它用什麼網撈 絕對撈不完 因為 主要是 會接種 就是因為 毒瓦殘暖 它的暖沒辦法 無語 像我們走水溪口 以前 我們台灣的很多河口 以前都是我們種魚種苗的花園地 因為那個地方最有營養 河流沖下來的營養員 供給那個疫苗吃 所以發展工業 你要付出代價 就是 我們的環境都被破壞了 那如果 經濟變來講 我就說嘛 他們 一年賺一千萬 都不如我們一年賺五十萬 他們賺不到一百年 跟這樣講 十萬公元還不到一百年 再不到一百年 可能就沒有 讓我們的農漁業 可以經營 永續 千年萬年 甚至於 直到地球 美妹 都可以繼續經營 我們農業自古以來 不是永續經營嗎 那就是後來 因為發明了化工產品 藥物啊 才讓我們很多東西 不完全吃了 會致癌啊 會生病 很多 夢夢奇妙病都出來了 所以如果 有 知道這個 應該去支持 比較 有機生產 就是能夠永續的這樣 那因為目前國家也是 進口很多 所有國家 他們用藥 用得很嚴重 因為他們大便機生產 都用直升機噴料 他們都出口 那他們買 自己買的 就是買好的 不好的出口 這樣 去堵壞賣的 像我們國家他們 其實他們很可惡啊 以前做那個 鴉片 那後來輸出一些 工業汙染 那因為 我們比較 比他們 我們去研究那個東西 所以不知道它的 無限所在 那目前六千 幾乎都沒辦法建設 你包括所有的 政府單位的人 你要進去都要 他們是製成一個玩果啊 別人的我們都不能進去啊 它是一個警衛森嚴的地方 你要進去 所有的人都要拿正線 等到你到大門 到他們的廠期 已經半個小時 要開車開 十幾分鐘啊 他們都準備好了 臭壁都準備好了 禮拜六 禮拜天就噴黑煙 晚上噴黑煙啊 他們 因為做防治污染的成本也很貴 像在歐美 他們都盡量不把那個 設在他們國家啊 不然那麼好賺 十二公元很好賺啊 我美國在為什麼不做 是吧 我們當傻子啦 那為什麼他們 冒黑煙 你可以把它錄起來嗎 它就是利用公務人員 沒上班的時間冒黑煙啊 沒辦法 你做不到啊 你當地的人可以用錄影機 把它錄起來嗎 不起來沒有用啊 你拿不到證據啊 你要檢驗 他說你要拿出證據 什麼檢驗 包括 檢驗你吃那個 好幾萬塊 誰有錢去檢驗 這個是政府要做的事 監督是政府的責任 我們只能目測 每次報紙報 我們咳嗽 什麼生病 什麼頭昏腦脹 他們有計劃啊 查無證據啊 沒有超過國家標準啊 什麼叫做國家標準 國家標準是說 不會馬上拿你出問題 但是他會累積 像我們以前說 重金使物化學物 他累積 他們一天排一點點 一天排一點點 比如說啦 以前不是有 人家在你的食物裡面下毒 一天就一點點 一點點 你也不會死啊 但是過一段時間 你就出問題了 就是這個意思 那有沒有辦法把那個 出毛病的人的 體內的劑量拿出來 做研究呢 那當然有辦法 但是這個要政府花錢 民間哪有錢啊 你們可以控告政府啊 說這些人 政府現在都不理你啊 死掉的人拿起來解剖啊 我們現在這麼抗爭 你可以拿起來解剖啊 你看他們都不會理你啊 立法院多數都通過啦 所以為什麼民主國家說 要有政黨拼 你做不好就下來 做不好就下來 國家才會發展 人民才會健康 四年前是民進黨執政啊 為什麼那時候也有死人啊 為什麼那時候不把 民進黨 大家做不好下來嘛 對不對 那現在做不好也要下來 這樣他才會檢責 所以你認為說 無論如何要政黨一直輪替 不應該有某一黨一直 尤其他做不好就馬上下來 這樣國家才會進步 人家講的你常常想特權的 你到最後就是會去欺負人民 已經霸道了 像以前我們也是做專制啊 像我們以前還要去拜蔣中正 他又不是我們的祖先人拜他看嘛 你不拜老是要記購耶 我們這個年齡都這樣 都是受購啊 你走四五公里到相公手去 那一種威錢 我們是受購了啊 對不對 做不好就讓他下來 那才會做得好 明明要聰明 這樣才會 如果說你 你對他死忠 你就是死啦 人家講這一句死忠齁 也是蠻有哲學的 對他忠就是死 是對於 我們自己 對我們整個國家 整個 不是對某一個人 某一個政黨 為什麼會不進步 就是這樣 移民太多了 那聰明的人就是 把不好的趕下來 不管你是誰啦 不管什麼政黨 做不好你就下來 這就對了 你做不好你就下來 那彰化跟雲林的政黨 一個是國民黨 一個是民進黨 但是其實這個是經濟不在管的 這個地方政府管不到 這個東西地方政府管不到 這個決策 政策是 你看 只要中央政府願意的話 什麼環評都是騙人的啦 他訂了一些規矩 就不照那個規矩做啊 他訂了一個在管老百姓而已 他們跟財團是掛貨的 自古以來就是這樣 到現在還是這樣在掛貨啊 只要他們要的 隨時都可以變 馬上可以變好 那真的對人民有勇氣的 跟他不痛不癢 他不理你 所以其實如果縱容政府這樣 以後每個人都要付出代價啦 當台灣島的食物都是有毒的時候 大家都吃得到 不是只有我們那裡 只是我們那裡比較倒楣 我們比較先倒楣 那像以前在用農藥 我們南部的人都講啊 台北人跑不死啊 都不死啊 他們喜歡漂亮的菜啊 喜歡的菜就是要弄農藥啊 那我們自己都吃那個不漂亮 為什麼 那個賣相不好 人家不買啊 你到台北市沒有人要丟掉 你還要還要培運費 所以只能 所以消費者可以主宰我們生產者 他如果願意選擇好的 我們就會去種好的 我們生產者是生產出消費者喜歡的東西 是一樣 那今天那麼辛苦來抗爭 我們還要放下自己的工作 跑路了 還要 還要請遊覽車 還要付錢 還要丟下水 誰願意 對不對 那目前六清的那個汙染 已經成為寄存的事實了 你要繼續讓他汙染下去嗎 他的證據都出來了 我們今天的溫革死了兩三成 好你們消費者也是得到了 漲了四成 你們現在去買 你有菜市場去買 今年跟以前就漲了四成 因為今年 以前我們一斤二十四塊 現在一斤三十六塊 漲了四成 二十五塊 漲了0.4 剛好是十塊 所以到最後大家都要付出代價 那有些人說 那我們就進口啊 好 那如果台灣 其實台灣 就是土地飆漲 工廠外語 就失業嘛 那 那個時候工廠外語 也是不管什麼 因為土地飆漲 老闆就看到錢 我說我做工廠做那麼久 不如把工廠賣掉 去中國 結果去中國 賠錢回來很多 有些人命都丟了 不像我同學 就去勘察就死掉了 很多人到那邊做得很成功 到最後人家又受虧夠有 海南島現在有個做石斑 農產石斑大碗 被趕回來了 他賠了好幾億 他在那邊 辛辛苦苦建立的東西 就因為中國人 不講信用 沒有法治 為什麼全世界人 都會亂來他們這樣 他們有這個不良紀錄啊 他們只要喜歡 他可以用盡一切手段 把你砍掉 我們以前也是一樣啊 以前我們民國五十幾年 我們田賦水利 一年就掙了很高的稅 去發展工廠 結果現在工廠發展起來了 氣隆免離不顧 這種政府要退彈掉啊 一直去輪替 讓執政者 讓責想讓他覺得 要做為人民做事 執政者也是一直在輪替 而不是那個人永遠 因為從來沒有永生不老的人 對不對 一定會死嘛 以前農克斯文明獎中的時候 我們國家要怎麼樣 結果獎中都死了 我們國家是更好 一個他是報親嘛 他是專制者以前 我們為什麼退出聯合口 如果我們不退出聯合口 在國際有地位的話 我們現在不會這麼可憐 在國際上不會這麼可憐 我們自己外面 現在都變成中國台灣啊 你去到哪裡 人家講你中國台灣啊 你不承認 然後外面 那個都是騙人啦 那現在大家有知識了 電視常常在看 現在 現在 資訊也那麼發達 要聰明 人民要聰明 政府才會進步 人民不聰明 如果女子拼命 啊 不管他做的好不好 你都投票給他 他永遠就是貪污不敗啊 那貪污不敗還不是我們負責稅禁 我們只是練書 要付出更大的代價 像我們南部人 來你們台北練書 你知道我們付出多少代價嗎 他的租房子 或者要住這裡什麼什麼 那都很貴的 那我們收入會很低 我們在南部子要求一個溫飽的收入 可以一個健康安全 即使那麼多錢 沒有什麼用啦 黃永慶還不是死掉了 他的家子在增加財 對不對 沒有那麼錢有什麼用 一個人死了要 讓人家增錢才好用 你練那麼多財 帶不走嘛 對不對 給你打造一個青棺材好不好 自己那悲哀的事啊 自己的祖先在相購啊 對不對 那自己的苦肉都在 現在在自相殘殺 在為了爭財產多爭啊 對不對 那好嗎 那就是文化傳承下來的 就為了錢 所以我們抗爭這個 不是為了錢 我們只是為了基本的生活而已 如果覺得 如果台北人覺得這個食物很好 那你可以搬來這裡啊 如果很貴啊 對不對 我們不是說 我們要趕他去哪裡 是 如果你們覺得好的 你可以去歡迎他來 因為政績也明顯啊 宜蘭現在是我們 那個台灣桃花園 大家都很羨慕宜蘭人家那一種 對不對 謝謝大家